我們自從買了這個茶酒之後 然後我們發現這次拿上去之後 就是一吸你可以吸到底 不用一直走來走去 然後就是減少了這些灰塵跟吸菌 還有就是可以少一點塵蠻 過敏的人跟狀況有比較少一點這樣 學校裡面其實小朋友每天來 就是一次一天一整天就吃了三次 因為木頭它會有裂縫 然後其實小朋友吃東西的時候 每次都會剛好卡在那裡 其實自從有了這個阿布布之後 我只要露過去 就可以把很深的裡面黑黑的東西 全部都洗出來這樣 我覺得我可以比較輕鬆一點 沒有阿布布吸塵器的時候 就會需要就是用旁邊這樣掃 然後用力把它甩出來 然後像是最後到學的時候 老師要清潔 那我可以拿著那一個 然後快速的整理過一次這樣 剛開始沒有買X9吸塵器的時候 是其實老師每次在學期末打掃的時候 或是平常打掃都要拿梯子 然後墊很高 然後拿木布 我們自從買了這個X9之後 然後我們發現這次拿上去之後 就是一吸你可以吸到底 不用一直走來走去 然後就是減少了這些灰塵跟吸菌 還有就是可以少一點塵蠻 過敏的人跟狀況有比較少一點這樣 教室裡面通常都會有一些才藝課程 那老師最害怕的就是美術客的飲料時間 就是不只他們衣服連地上或是廁所 都會有一些飲料這樣 然後就是我覺得最有感就是 我們老師不用彎彎腰在那裡塗很久 就是在那裡放著 然後稍微等它幾秒鐘 它就可以把它脫乾淨 我在用的時候他們有嘗試說想要用 但因為剛開始我怕機器會壞掉 但是因為我試久了之後我覺得 其實它也蠻輕的 然後也蠻順的 沒有那種會卡卡或是會有風險 我就有給他們試 然後他們其實有了那個吸塵器之後 他們就是會常常就是搶著 想要當小老師 然後想當小老師那天就可以獲得 拿到那一支吸塵器的機會這樣 到後來我覺得他們越來越順之後 其實我讓他們就是有每天都去試著 自己清理自己吃過的 或是用過的 比如說地板 就是用那個吸塵器幫助到它 也幫助到老師 然後學習對自己的行為負責 有些人說怕拖定機 這樣拖起來地板會太死 那你覺得這一塊會這樣嗎 我覺得不會 因為15秒它拖一拖 它已經差不多乾了 踩過去之後 它其實比一般的那種 豪神拖更快的可以乾掉 就是我有感覺到 因為我拖完地之後 我會跟小朋友 之前我會跟小朋友說 欸請問地板乾了嗎 用完之後他們說 欸老師已經乾了 我說很快 那我們就可以放杯子睡覺這樣 對 就是時間上油壁 一般市面上那種 就是要老師 用老師自己手痛那個快很多 季節教會的時候 跟那個腸病毒的一些高峰期 就是 其實我們本來就有一些 就是幼兒園基本的一些清小 那就是用了插酒吸塵器之後 我們發現了還有一個功能 把那個吸濕過的漂白水 然後加入那兩塊圓的墊子 然後給它貼起來 然後就可以就是 做地板的清潔消毒 然後可以讓小朋友 比較不容易 就是感染到腸病毒 因為其實人跟人之間的一些 觸碰啊 可能腳踩了才去啊 或是口水一定會亂噴 那我們就很注重就是 除了座椅跟地板的清潔跟消毒 腸病毒是幼兒園裡面 就是可能幾個月就會有一個 幾個月就會有一個 或是被人傳染 這也可能也不一定是我們學校裡面 我們對於地板的清潔會格外的注意 無論是就是 學校單位或是有小朋友的家庭 我覺得都可以買一支插酒來試試看 因為我覺得蠻方便的 而且就是從你跟孩子的互動中 然後可以得到清潔 也可以得到親子良好關係 也可以改善你們家的一些乾淨的環境 我覺得真的是一個機器 可以讓你有很多不一樣的感覺 這樣 還蠻值得推薦 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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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